1977年6月 蔡天熙出生在浙江省温州市有名的博士之家 她的父亲蔡孝晚初中毕业后就随赴学医 但因为热爱读书 后来还是通过自己考入了杭州大学数学系 蔡孝晚的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中出了五位博士为硕士 而作为最小的一个孩子 蔡天熙也丝毫不输哥哥们 蔡天熙四岁那年就被送进了瑞安实验小学 成了温州市最小的小学生 小学毕业后 蔡天熙直接进入城关中学读初二 1991年 14岁的她考入了设在苏州中国科技大学少年预备班 要知道 能到这个班级里念书的孩子几乎都是神童 1995年 蔡天熙提前一年从中科大毕业 先后收到了美国18所名牌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书 她最终选择了前往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深造 那一年她才18岁 在麻省理工工读数学博士学位的日子里 蔡天熙又对统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她于是决定申请哈佛大学生物统计学专业 定于1995年年底 被哈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 1999年6月 蔡天熙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2002年 不到26岁的她受聘于哈佛大学 成为了哈佛大学生物统计学专业里最年轻的副教授 两年后 她开始担任博士生导师 28岁的她甚至比自己的学生年纪还小 但她专业知识过硬 也很快适应了这个角色 2012年 35岁的蔡天熙成为了哈佛大学正教授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 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 希望她以后能报效祖国 长大获得彭云成绩优异 被公派着美国留学 然而伺候的她却再未回国 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 当媒体问及此事 她的回答惹人争议 感兴趣的朋友可关注探秘历史 恢复彭云即可观看